Hello, 大家好, 我是Angus 下星期已經是五一黃金周 我們做了一點測試 看看五一黃金周還行不行 如果五一黃金周這個概念還是行不行的話 究竟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我們用了最近三年的數據 看看最大受惠的兩個板塊 本地零售股和澳門博彩股的表現是怎樣 策略就是在五一黃金周 之前一個星期就買 拿到五一黃金周 那個星期就沽出 我們首先看看本地零售股的表現是怎樣 本地零售股一看下去 Bowhouse、IT這些服裝股就很明顯沒有這個概念去炒 反而金色股就表現不錯 平均回報最近三年的都有3.2% 反過來化妝品好像山沙國際那樣 除了好像去年表現特別突出之外 其實之前那兩年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至於澳門博彩股呢 那澳門博彩股的表現 其實比本地金色股的表現更加好 那最近14次的表現 那有六次其實回報都超過5% 那其中還有三次的回報超過10% 那整個sector 你最近三年的平均回報都有4.6% 那我們用回上兩張sector 那11隻股票 那剔除了美高梅中國和周大福 因為他們2011年還沒有上市 那其中這裏11隻股票 那有8隻其實都跑贏了個恒指 那所以其實五一黃金周這個概念 還挺有效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今年有興趣去買五一黃金周 那我想首選都會是澳門博彩股這個板塊 第一個